渣男女神岑禮香過兩天 即是香港時間12月18日 就會在溫哥華舉行婚禮 嫁給男朋友強強Josua 正式升為人妻女神 而貼心的香香 就是今天開了記者會 講下代價的心情 不過都很興奮的 結婚後有沒有想著 最後的計劃是怎樣 會不會是 繼續分析兩比 希望會 不過現在正在計劃 不過我們怎麼都會 分一分都講的 我也會繼續分析的 有沒有想過生意一點 將來 大家都很喜歡自己的career 所以都要 一段時間 二人世間 而在結婚後 香香和強強 將會Honeymoon休息一下 之後就會回香港繼續拍劇 不如說說求婚的過程 是很大陣仗 還是很簡單 是一個很適合我的方式去求婚 因為我喜歡比較不簡單 真的太隆重 反而我會很嚇人 是不是馬上回答應 那 都正常的 我覺得 我們都比較直接的 還有強強 其實 不止我的微婚姑 她都是我的best friend 所以我覺得 兩個人很肯定的時候 不需要 就是 承認或者 故意玩遊戲 那些 只是玩樂 都是的 不過 去到這件事 我覺得 你就是 不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哈哈 我們婚禮的主題 除了Christmas Winter 我們有一個 Mascot 就是 兩個拖手的Gummy Bear 因為我跟她都比較 同心的 很像小朋友 既然你有糖 和啤啤紅 我們覺得 很適合 我們 會怎樣融入 那個婚禮裡面 那些Mascot 所有人都會 有 那些 多手Gummy Bear 不是 很難受 我可以 是 不是 有 是 是 你 你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